不知道現在憲法叫一宗憲法 也有疆愈的問題 也有這個到底中國要不要要統要讀 到底我們是華獨台獨 大家在這個論述上 國族意識上在憲法裡面是講不清楚的 不過我至少都還欣賞 國民黨裡面堅持國共不兩立 這個叫漢賊不兩立 你說李家凱剛剛偷點頭 對 偷點頭 哪一個只代表他自己 他偷點頭 台灣跟 如果說台獨跟華獨 必須要有什麼共通點的話 就是對民主的自由 對民主自由的追求跟想望 馬英九像嗎 馬英九從好幾次 他哪裡不像 他哭了 哪裡不像 那也是 比較年紀比較大的黃國昌 這個演戲的成分都很高 還是我現在要分析他的演技 都可以 前幾天 前幾天 沒有他這個 這個可能年紀大了 比較沒有辦法這麼專注在演技裡面 所以他這一次所有的行程 他都必須要看稿 所以這個就是劇本背不起來了 劇本背不起來了 我曾經跟一個朋友討論過 你什麼情況會去做 大家都不讓你做的事情 就是像馬英九這樣 大家都覺得 包含民進黨也覺得 你就政總統不要去 國民黨也覺得 你就曾經代表國民黨 你不要去那邊 國旗也不敢 大壓話也不敢講 什麼時候你會讓一個人去做 大家都拒絕他做的事情 有通告費 沒有就是這個 在在我 我就想起我的有一個親戚 他糖尿病 可是他很愛吃甜的 對 然後我們就說 不要讓他吃這個 不要讓他吃這個 有一天醫生就講說 讓他吃啦 讓他吃 他時間不多了 他喜歡吃什麼 吃什麼 愛去哪裡 去哪裡 給他開開心心的 推他出去曬太陽嘛 馬英九現在就是政治生命到終點了 他也知道他沒什麼影響力了 所以你就開開心心的 他要講什麼 讓他講 可是問題是他不要他現在大家都在講他說你是前台灣總統這個身份會去被習近平吃冬府跟利用 這個東西他已經沒有救了 我們我們能夠去闡述一個新的論述是說站在台灣的觀點要怎麼樣去看這些人 就是說2008到16的時候700多萬票689萬票 你以為那個時候投馬英九就是最好的人選啊 當時你覺得西洋亭不夠好蔡英文不夠好啊 你投一投之後他到20年後他都還會影響你的現在 他都還會影響你的國家啊 現在的選舉也是一樣 你不可以你討厭民黨你討厭誰 於是去支持另外一個 結果你看現在立法院亂成這樣子 然後國民黨的前總統也會跑去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唱賀 這個對台灣來講都要解釋非常久啊 那另外一邊對面是什麼 對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習近平 大國崛起投資中國的全世界都愛我 結果他也愛韓國韓國不理他 愛日本日本不理他 他愛他周邊的所有國家沒有一個人愛他 他唯一個跟他好像俄羅斯他們叫俄爹 只能用只能用兒子的角度去愛他 所以一個是全世界愛不到人的習近平 一個是全世界沒人愛的馬英九 這兩個遇到一起就像磁鐵一樣一定黏在一起的 啊還有人愛我啊我還有人愛 就是這樣子 就像老鼠愛大米 我好老的歌喔 所以所以我們來看這件事情就是 為什麼要把台灣帶入這麼大的危險的方向 其實馬英九 我認為國民黨如果要重申不是什麼年輕化 什麼組織改革什麼什麼誰要弄不見 對 檢討馬英九 是 跟他們講這樣子不對 對 觀點說的好這個老馬見老席就像老鼠愛大米 他們兩次一拍即合嘛 是三Q講的 三Q講的好了 他們是一拍即合嘛 老師 馬英九去這張到底想什麼東西啊 從這個民調看起來 台灣的社會就是親美反中 對 那馬英九就是硬要親中反美 那什麼辦法呢 他心裡有相仇嘛 對啊 就是要去 他講到語氣結別是會哭嘛 馬英九我覺得他有這個類腺分泌旺盛症 哈哈哈哈 那一切特別旺盛啊 你看去這個所謂南京大廚殺紀念館他也要哭 對不對 去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他也要哭 是 去蘇鑫山故居他也要哭 那他這次見到習近平不是哭慘了嗎 那我把他跟習近平握手激動到流眼淚 飆淚好不好 飆淚 那怎麼辦 現在只是殘殘留下來 見到習近平飆淚 所以我真的覺得 我昨天就 很省鼻涕 我昨天就預告他去黃花崗會哭 果然就哭了 我昨天有 我預算本集中文有講 我說習近平會給他九個評分表 哭一次加十分 哭兩次加二十分 然後談中華民族加五分 談中國人加五分 他全講中華民族 我背中國人 然後又哭他一家加二十分 還可以加二十分 是什麼呢 特別活動 增加特別活動 你看他這次很多 光是廣東就有兩個行程 是本來沒有預估在 他沒有公告的 一時加的 他跑去看什麼塔 還有一個港深澳大橋 大家都覺得沒什麼就跳個橋 這大家不瞭解 裡面真的含義 為什麼是港深澳大橋 因為港深澳大橋 第一個 他是全世界最長的跨海大橋 也是全世界最長的城管隧道 他是隧道 是用隧道做的 對城管隧道 為什麼要去看港深澳大橋 因為港深澳大橋 就是中國要把香港掏空 掌記的重要橋樑 下一個什麼橋 台海跨海大橋 對不對 超前部署 中國我們有技術 做全世界最長的跨海大橋的時候 下一個目標就是來 就是台灣嘛 我會怕耶 所以滿久就是重要的代理 因為他親眼所見啊 金台高鐵 金台高鐵 對啊沒有錯 下面走高鐵 上面走高速公路 對不對 但是我不要講 當時港深澳大橋是在2018年10月24號通車 誰去主持的 習近平 哎呦 那你說他是 他是深郡對不對 港 香港 澳門 深郡嘛 應該在哪裡舉行通通車典禮 香港吧 香港最重要 結果習近平不敢去 只在深郡 而且整個典禮哦 灌溉如雲集 習近平去香港連過夜都不敢 為什麼 因為他擔心香港 還是他不穩嘛 剛剛2014年發生雨傘革命嘛 然後反送中運動開始 開始要興起了嘛 他不敢去 然後他連去深郡 那個那麼低點那麼大 中國的這個政治局常委的 全部全部都出席哦 香港的特首都出席哦 他只講了一句話 港深澳大橋通車了 走了 但是我覺得習近平就是想要在這邊宣示說 第一個 未來跨海跨台海大橋要興建 是 習近平找了蠻久的當代言人 我差點去看嘛 對 這個去世加20分 再去一個什麼地方 黃埔軍校100宗年 是 對不對 中國一直在講嘛 黃埔兩岸黃埔琴嘛 對不對 兩個都是 兩岸新黃埔琴 對啊 台灣國軍共軍都是中國軍嘛 黃埔軍校長的時候成立的時候 第一個靠的是蘇聯的支持 然後呢 裡面的教官 還有誰 周恩來 共產黨 培養了學生 有國軍也有共軍 對 大家都突然什麼 兩岸一家親嘛 我們這次特別 我們就是 因為黃埔100年 我們勸告我們的將領不要去參加 留在我們的鳳山 因為我們的陸軍官交已經在地化了嘛 跟台灣結合嘛 可是馬英九有可能去喔 馬英九有可能去 就跟當初 那個中共 抗戰勝利60週年那個活動 找誰去 聯戰 哎呦 對不對 還記得嗎 那時候在那個天安門廣場 對 添加閱兵嘛 你幫我背書嘛 就中共一直在講嘛 哎 這個對峰抗戰 是我共產黨打下來的 對 我連國民黨過去不承認啊 今天連國民黨前主席 連戰都去參加 做上兵 解放 檢閱這個解放軍 那當然這個歷史就被 中國奪去了嘛 同樣這個黃埔軍校的歷史 也被中國奪去了嘛 我是跟你台灣的鳳山軍校 是我的生出來的跟金而已 你要碩果就是要回到中國去 結果馬英九可能會去喔 馬英九如果去了 再加二十分 破表啦 一百分啦 襲擊比要見面了 對 所以說我覺得馬英九要在拚業績 希望能夠爭分奪秒 增加更多新的行程 所以剛剛郭正亮是泄體嗎 郭正亮真的是泄體 我聽懂了耶 范老師一講我聽懂了 一個人如果他需要背稿 是不是 去企業 去景點 這是什麼 這個就是業配耶 業配 業配行程喔 業配 他當然是業配啊 有一個中國集團 現在出了一個叫做統一商品 是 他要賣台灣人 賣了三五十年 從來就沒有成功過 沒賣過 因為這個東西產品不好 買的人使用的都說爛 只要買了這個商品 要選選舉都選到人不見 所以他就是一個過氣網紅 配上劣質產品的業配行程 你看他是不是要背稿 他要去企業裡面接受 你看好大的飛機 好漂亮的網路 把車子跑好快 然後他要去每個行程 哇 你看有劣勢 哇 山藍的 要哭 然後背後就要出現一個 Make China Great Again 然後就有一個短片片尾 這就是業配行程啊 問題是他業配的商品 他們已經用過了 已經知道了 過去也有很多人推銷過 他對台灣其實是不好的 所以消費者可能不會再上當 這就是一個過氣網紅 接劣質產品的業配行程